大家好 我是卓大 用粉丝要求今天做一个原生视频 不是原生视频 是那个黄沃香的教程 我们先来磕个花 我们先来磕一个不会磕的花 这个现在不是钓完了吗 弯的花瓣钓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钓花芯 跟它削成一个圆形 看会上 它边边就成一个圆形 然后我们把它底下再修一修 看看一边压一半 这边出来了 这个玩不就完事了吗 嗯 我们给它放水泡着 看一下 我们先炸一个凉菜的腊油 这个油已经让我烧爆烟了 然后直接往这 油温让它稍微高一点 但不能太高 就冒压了以后凉一点 凉一点 然后就再点什么 因为像南方或者菜点油 啥玩的 它有那个啥 它有那个生肋油味 水多点 火大点 把黄沃香焯水 这黄沃香吸引起来的 像你们拿回去的那些黄沃香 直接要用水泡 泡它五六个小时 泡蛋它 然后中间多换两片水 然后再去做 给它泡蛋为止 我想擦拨一条 吃不完的记住放冷冻的 对 吃不完的一定要放冷冻的 这个我们得多洗几 因为像我们平时 他们拿到的 都是处理好的那种 不用驾驶 但是焯水还是得焯 驾驶现在还是八分熟 一会儿还烫 因为现在这个状态还得洗 我们这里头 第二次焯水的时候 我们一般在家做菜的时候 但凡焯水的菜 加点盐 加点油 来一点点去 洗好了 再下去 刚才只是八分熟 现在给它头了 放水里头凉 对 放水里 这水越凉也好 放水里头凉 头完水了 然后那个 一定要找个照例给它控干 凉拌菜 就是除了特定的一些菜 别给它整的水泡巴汤的 水一定要控干 很绿 控干水了以后 加蒜 然后加盐 盐按照自己的口味 想咸就咸 想淡点就淡点 然后加鸡精 鸡精和胃素都是一回事 你们二选一就行 然后稍微来点糖 这个糖是提鲜的 这个糖就只负责提鲜 然后稍微我们来一点点就行 然后最关键的 辣油 油 然后辣椒 就OK了 就这么简单 现在就可以出了 给它一放 这就完事了 快快快快快 洗手 一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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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吧